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和乐秀呢 月月姐姐给小朋友们 带来了好多好多新的朋友 你们快快坐在这边 然后给我们小朋友们介绍一下 那她们四个呢 都是来自我们丑娃娃家族的 她们都是谁呢 这个粉色的很可爱的小姑娘呢 就是我们的小溪 她们都是谁呢 小心 这个有两个长长的大耳朵 绿色的朋友呢 就是我们的欧哥 是她 可是她们镇上的镇长哦 嗯 那在我旁边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八宝 她可是 呆萌萌萌萌的小宝宝 哎那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黄色的小宝宝身上呢 有一个围卷 嗯 一看她就是 非常非常的勤劳 喜欢做事情 那她的名字呢 叫做维琪 嗨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伙伴 啊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的新伙伴 可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她们的玩具哦 啊 那快看看 她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吧 哎 这个是八宝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礼物 那这里面是谁呢 哦 我们的 我们的可爱的小八宝 还带了一个这个是什么 呃 这个像是一个小胡须 嗯 那我知道了 那这个肯定是八宝你的胡子 对不对 给你戴上啊 esee 我们的八宝一下子变成了老年人了 变成了一位老爷爷 哦 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帽子呢 那八宝 我给你戴一下吧 哦 我们的八宝一下子就变身成海盗了 咚咚咚咚 好了 帽子太沉了 八宝站不住了 那我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诶 这个像一个鲨鱼一样 看着大大的尾巴 然后前面还有脚 还有鱼鳍等等的 哦 但是它有三只眼睛 嗯 那月姐先给你起个名字吧 你叫小怪物三眼鲨鱼 嗯 是不是还是很可爱的 我摸一下它这个 摸起来好软哦 哇 这个手感真是太棒了 而且我们捏完之后 它很快就会变回原形哦 它这里呢 有一个大大的坑 那这个应该是让我们的八宝勇敢的骑士坐进来的吧 哼 现在八宝要出发去大战骑龙了 嘿 快驾驶着我的小怪物出发了 噓 哇 我们的八宝可真厉害 哦 对了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玩具啊 它是一个收集的玩具 那我们今天这么多好朋友都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只收到了 登登 八宝的一个收集的玩具 它和它的小座驾 那其实我们的小西啊 欧哥啊 围棋啊 它们可是都有自己的小怪物 还有自己的这个小帽子了哟 那小朋友们可以和月夜姐姐一起来收集一下 我们海之宝的丑娃娃系列的玩具 诶 正常有话要说了 哦 今天呢 我们其实都带来了礼物 那 欧哥我带来的可是一个超丑村 我把我们的整个村子都带来了 哦 把你们的整个村子都带来了 那我要快来找找你们的礼物在哪里 哦 嘟嘟嘟嘟嘟 是这个吗 这个也太大了吧 这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东西呢 嗯 那我们就现在把咱们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咚咚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丑娃娃的村庄 我们的丑丑村 嗯 那今天呢 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有谁呢 咚咚咚 嘿嘿 呃 我呢 是我们的镇长欧哥 那接下来我带你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镇长都有什么吗 那从这边来看 那从这边来看 这个是谁的屋呢 哇 哇哦 哇 啊 这个原来是我们斗鵝的屋子 斗鵝和我们的小乌龟 咚咚 一起在这里面居住哦 还看他们在家里面干什么呢 是不是在吃很多好吃的呀 而且你看 哒哒哒哒 他们的家里还有一个 这样的小风车 啊 那他的邻居是谁呢 哦就是我们的小溪哦 分分分分分分的小溪 嗯那小溪是在干什么的呢 哦我们快看 这里有一个窗口 哎好像有什么东西 哦原来这里是邮局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我们的信件 嗯那在小溪的家的旁边是谁呢 啊欢迎进来 带我们这里来理发哦 包装给你弄一个特别漂亮的发型 嗯那再到这边我们 哦这一家是谁呢 快看他是不是我们勤劳的围棋啊 哎那围棋是做什么的 啊大家都在这里买面包 吃好吃的呢 原来我们勤劳的围棋会做烘培耶 呃围棋围棋 月月姐姐也要去那里吃好吃的面包咯 啊我们今天呢 呃和我们的丑娃娃新伙伴 一起玩了很多东西 哎这个呢是我们漂亮的小溪 小溪最大的梦想啊 就是到各处去玩 嗯因为小溪还没有出过我们的丑手村呢 啊我特别的想出去玩呢 哦哦对了还有我我要骑着我的小怪物 到很多地方去玩呢 啊对了对了 嗯还有我们的八宝呢 哦下次呢月月姐姐一定要收集起我们其他小伙伴的小坐记 然后呢就可以让他们带着小坐镜一起到外面去玩啦 那小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海之宝的玩具哦 那里不仅有我们丑娃娃的正品玩具 还有其他很多有趣的玩具 好啦那我们下期玩具花乐秀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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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